詞曲 李宗盛 穿外樱花从斑崖 我做的双手不再放下 再也不怕因为爱的日式一样 我昨天和我未来太多痛 那是你的好 偶尔欠压底把发酵脾气 也可爱的让人恨不清 不是我却怎样好不清你 一步步让你暂停地 所有没结局的痛快 有你的天花就是天涯 再也不怕决定爱的日式一样 如果你是男人 而且活了五百年才遇上我 你会喜欢我吗 不会 如果你闺蜜的前男友想要追你 而且正好又是你喜欢的类型 你会从吗 会啊 夜人渣在追你 在我未婚夫面前说喜欢我以后 还要收工后约我见面 算不算这样 当然算了 那你怎么回答的 当然没回答 世界上那么多男人 我为什么一定要选 我闺蜜的前男友 不过说实话 他真的是我的财 你干吗拿我手机啊 田净植 田净植 你在干什么 你干吗拿我手机 还我手机 我快被你气死了 你当面拒绝他 还有你说吗 我 我警告你啊 你 不准再打我的头 我打你怎么样 有本事跟我绝交呀 拿你拿你抽签 刚才那张 你的做法 你这么做 你剩下的 那我管的 你想想 有什么 我看你要给你 正宗 快知道 你们有了 一个像 这种 多少 陈道管我也没少受你照顾 朋友之间不用客气 对了 我看到小植转发了 关于你的采访 你堂哥长得跟你很像 是啊 为了这份佳业 即使堂兄之间的关系再不好 可血缘始终是骗不了人的 你最近没有见过他吗 没有 我只有刚继承嘉义的时候 见过他一次 争个你死我活 现在我要找他 得登报才行 老板 出来 你对不捅 我找他 我找他 你找他 我找他 我找他 自己的 他把孩子 我找他 你找的 他编他 你找他 你找他 你走我 我找他 你找他 你找我 那你找他 异常 那我先回去了 明天见 明天见 叶晨 老师 你迟到了十分钟 抱歉 老师 刚才有事拖住了 想给您打电话 但是手机没电了 不要给我打电话 有事就用邮件联系 老师 您到底 我没事 你放心 对了 我实验室的裴阳敏 需要你继续照顾文 这是我研究课题的资料 你应该会需要 里面还有我办公室的钥匙 也交给孙教授 我已经跟他讲过了 接下来他会接替我的工作 老师 是不是安妮出了什么事 你要去美国了 对 为了我的女儿 安妮的病情 开始恶化了吗 对不起 叶晨 安妮她病得很严重 我必须得这么做 我理解的 老师 您就放心地去吧 如果研究中心有什么事 我会用邮件跟您联系的 好 也许有什么事 张小姐 需要帮您续杯吗 谢谢 麻烦您了 不客气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五马接通 请稍微 先生 十一点了 我们已经打烊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你要是早来十分钟 就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张萱萱哦 谢谢 我活这么久还没见过 让张萱萱白等的人呢 还真是没有男主角的命 得了男主角的病 活该把你手机拿进黑名单 行行行行 明儿试着帮你解释一下吧 就这样 拜拜 我自己都失恋了 还去帮你们撮合 拜托 我这么伟大 你们也争点气 好吧 喂 老天 大乔在洗澡呢 妹妹 门铃坏了 按了半天都没人用 我跟你妈带了波罗来看你了 开门哪 什么 你跟我妈在门口 好 你等一下啊 我马上去给你们开门 死定了 死定了 搞什么突然袭击了 接电话 接电话 接电话呀 我 我 我爸妈搞突然袭击过来了 我撒谎说你在洗澡 你现在立刻马上飞回来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出去一下 今晚不回来了 大乔哥 你要去哪儿 你不说清楚的话 我没办法 要是全头牌 跟田小姐交代了 快快快 快快快 快 快快快 两个那么晚 就被Af子吻了 老天 邱女士 你们怎么这会儿来 我们明天还拍戏呢 菠萝啊 这两天吃不下饭 我猜啊他是想你了 所以就过来看看 你看他肚子那么圆 一定有跑去隔壁邻居奶奶家偷吃饭 有吗 肚子有那么圆吗 女婿呢 她在洗澡 这 这女婿真是的 一个大大人洗得这么久 她有洁癖 厨女做的 小植啊 最近跟女婿相处得怎么样啊 我 我们很好啊 感情非常融洽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等她洗完澡 跟她打上招呼就好了 大桥洗澡很磨叽的 要不然你们先回下 明天我们去家里吃饭 我们不着急 可以慢慢等 我上去催催的 老婆 怎么啦 我看你女儿是在玩单人版恋爱游戏 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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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你妈在此叫什么 秋 秋女士蜡烛在楼下 都停电了 我女婿还能洗澡啊 这 停电了 不耽误洗澡 哎呀 你们别过来看 快快快 下去找蜡烛啊 不许话 什么都看不见了 还洗什么澡啊 你是不是在骗你妈和我啊 我 我为什么要骗你们嘛 我 你心一虚 声音就大 我有什么好心虚的 老田你这样很没礼貌啊 好 叫老田就是恼羞成动 田净植 你想一想 从小到大 你在我面前 哪一次说谎成功了 来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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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样 这样 让开 别让开 别让开 怎么了你 你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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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停电了 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 你们怎么来了 没事 就是调查了 从小就是这样 老田那个柜子手 加上邱女士那个 这个婚官简直是绝配 总之低空安全飞过 你是怎么进浴室的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还以为真要断居母女关系了呢 为了防止领尊领堂 杀个灰马枪 我先不回去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杀回马枪不是他们的风格 那我就先不应留在这里了 嗯 没错 谁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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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不起 哥哥 妹妹 哥哥 妹妹 哥 他 完美 非常完美 成组杀青 谢谢 谢谢老爷 谢谢 恭喜 杀青 太棒了 非常完美 快去拿着 小时 小时呢 田小姐说她要去玩个游戏 让我们先去庆功业 好玩点自己过去 游戏 什么游戏啊 在哪儿 不知道 神神秘秘的 好玩都不带我了 看来田小姐 真的不许要我了 珊珊 来了 导演 昨天怎么会那样回答 雪妖怪呢 难道我注定要孤独一生吗 不行 我一定要用我的智慧 拿下她 这么有默契啊 这么有默契啊 我 我们家田小姐又在玩花样了 玩花样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是种友谊身心健康的游戏 不过我不会配合她了 等以后我走了 她会很空虚的 你确定小植一个人真的没有问题吗 她可是假衣男女虽神呢 没问题啊 田小姐特意叮嘱过 不准打扰她玩游戏 而且再说了 再倒霉 也不可能频率那么密集 不可学 太年轻太简直 拜拜 好 师父 我要去这儿 好 奇怪 心脏怎么跳得这么无力 好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停在通话中 这不是在玩 小植还没来吗 小植还没来吗 冒似打了电话 没人接 田小姐不会真的那么倒霉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 拨打的用户暂时五百均通 不是没人接 是根本就打不通 不会吧 刚才还能打得通啊 我试试 你会不会的 不过 你会讨论 没有人接过 我会这么多的 我会想看 你会这样的 我会想看 你会想看 你会想看 那是在这儿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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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打学灵桥电话试试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五 坏了 大小哥的电话也打不通啊 停停止 停止 停停止 没有水 醒醒 小哥 这是哪儿啊 好了啊 你怎么搞的 怎么会像洞宇一样 被丢进冷库呢 不是被你扔进来的呀 是啊 先做了一百年的休眠体还不过瘾 干脆托你一起来做冰冻闲尸 样子还好看一点 那我们肯定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冰冻现实 我们被困住了 这么有默契啊 李教授 你找我有事啊 天小姐 对不起了 我不想伤害你 但是我需要你那个怪物男朋友 是李教授 他知道你就是那具消灭体 但他不不要是你 李教授 看来他发现我的弱点了 快离开这儿 这儿太冷了 然后去报警 对不起 我力气有心 这种门我是打不开的 手机 没有信号 怎么啦 怎么了 李教授把温度调低了 他懂死我们吗 不是 他只是想了我的心 不是说去玩游戏吗 确定不是小植在闹着玩 电话之前没人接 后来就打不通了 而且轩灵桥的电话也联系不上 小植没亲没中了 可是轩灵桥不会无故联系不上 而且重点是 之前在片场做清理的工作人员 给我打电话 说在凉亭的地上 捡到小植的墨镜 怎么想都不对劲 这些都是猜测 我们不要自己吓自己 这事先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免得节外生枝 小植会没事的 我们到了 是乙迷 走 您好 薛灵桥 我知道你想要我的心 我想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没有跟你谈的必要 你血液里的修复煤 在零下三十度的环境里 就会渐渐休眠 同时你的机体保护机制 也会进入一种假死状态 然后 我就可以割断你的喉咙 放干你的血 就像一百年前 你被别人放干血一样 不过这次你不会这么好 因为我不会给你 苏醒的机会 你针对的人是我 放了田净之人 我是怪物 你杀了我警察 无法给你定罪 他要是死了 你要偿命 只要能救我女儿 我这条命的竟无所谓 如果你休眠后 田净之还活着 我会放过他 但是在那之前 我不会赶紧 你明知道他撑不了那么久的 那就是你害了他 他根本没打算放过我 不要跟他谈调谴 不要救他 我不会丢下你的 不是你害的我 是我本来就倒霉 对 恶魔不会说真话的 怕要提醒恶魔的话 知道了 我不信 薛号官 好像越冷越冷了 好 好 谢谢局长 实在紧急 我回去再补办手续 好了 拿到了小智姐 今天的通话记录 给我短信内容 应该就是这里 尤玉子 去码头仓库那边 水晶 通知风洞了 好 三十三号仓库在这边 三五号仓库家 明天年轻尾 我好困 别睡 我真的好困 越冷越不能睡 睡了会冻死的 我头好晕 我不冷 我就是好困 真的不能睡 再坚持一下 方彤彤一定会带警察来救我们的 小燕 我一拳 把李教授的头 给大哥洗了 没错 是好困 我有些话 想对你说 你说 我一直 觉得你好可怜 你一个人活了五百年 你肯定 孤单过 难过过 看着佳人朋友 一个个死去 最后只剩下你一个人 孤零零的 可是我很感激 你走了五百年 经过了沧海桑田 历史变迁 最后走到了我的面前 你偏偏 走到了我的面前 对 我只走到了你的面前 所以 所以 你一定要活下去 因为未来还有人 在等着你 走到他的面前 天洁之人继续说话 别停下 天洁之人 我就在你的面前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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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 爸爸马上就能救你了 别动 你被包围了 李教授 小植和雪凌桥在冷库里 再说话冷库 过来坐马 是密码锁 有一子 关掉冷库电源 是 走 우� Ver 一定的 谢谢 有约翰 小晴姐 我在网上查了 这个密码锁的型号 密码输错三次 自动锁定一个小时 这儿让他们用别的开关 在这儿 小晏哥 是密码锁 密码呢 我说了你信吗 我信 六个六 我记错了 是六个一 错了 我记错了 先把他押回局里 小晏哥 小晏哥 别冲动小晏哥 小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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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打烂跑 快去告诉爆破组和救护车 让他们赶过来 实在不行 就把门给炸开 小晏哥 从前一切来看 里边空间特别小 而且我们没有办法通知小智姐和薛云乔 让他们做好准备 可能会有致命伤 现在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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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晏哥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太详细 小晏哥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太详细 她喜欢用对自己有意义的数字 比如说 生日 或者是纪念日 可是现在只有两次机会了 她女儿安妮的生日 零一零四二一 不对吗 不对不对 你先别急 怎么会不对呢 是不是顺序说错了 会不会根本就不是生日 今天 今天是什么纪念日 今天就是纪念日 绑架的纪念日 又一样 没关系 又一样 天长姐你没事吧 天长姐 小植 你怎么了 小植 慢点 走 慢点 小心 水晶 我 睡 opioi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来 走 喂 什么 李教授被劫走了 我们两个兄弟呢 没有生命危险就好 我现在去研究重心搜查 科长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 该死 你们俩留下 走 好 好 不好意思啊 封面搜查 我会让他们注意点 一会儿他们还要查一下李教授办公室 不用顾及我 我会全力配合 谢谢 能找个地方单独聊聊吗 去教授办公室吧 你是说 李教授早就知道休眠体苏醒了 而且那次小职拍戏受伤 也是李教授干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顾及失声情谊 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 你能想到 有谁会冒险急警车救他吗 我不太清楚 自从休眠体丢失了之后 老师整个人都变得更古怪 我也分不清楚 他跟我说的哪一句话是真的 哪一句话是假的 追杀小职的凶犯已经死了 但是还没有找到买凶的人 如果他也是冲着怪我来的 会不会他和李教授 为了共同的目的 形成同盟关系 这种可能性很大 你还记得我刚开始跟你说的吗 如果有人知道了 那具休眠体的特殊性 一定会想尽办法得到他 更何况他苏醒之后 价值就更大了 而且小职 是那场车祸的唯一幸存者 你是找到休眠体的唯一线索 那知道这具休眠体特殊性的 都有哪些人 我不太清楚 教授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但是研究中心的资助人 肯定是知道的 把休眠体租进来做研究 就是他的想法 你们资助人是谁 顺劳女 最后恨人是你 像成人特殊 最后恨人的到位 或计划 即将除人家 目的在街上 在街上 尽量 身上 贴心我已过很久 你没开头 你没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你没开头 你没再出现在路口 这次换我 我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 才没亮起的旅途 说过时间 不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我会装不问 你会不会 不是我依然回来 因我一生 等你开口 等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有你开口 有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小鲜